建築的關係 它把蠻藤全部都剷除了 那所以其實這是當地的生物沒有辦法生存 然後在北郊一點的地方啊 就是現在各位看到有一間廟 那邊是北郊 那邊也是那個寄居蟹 抓草蟹 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那是有老師有做過調查 大概是台灣種類 抓草蟹種類數一數二多的一個地點 那各位就是在海水浴場時代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來過海水浴場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我來過一次 我就覺得這邊簡直是 對西埔相邦老來說 這邊簡直是台灣怎麼有這麼美的地方 讓我很感動 有這麼美的沙灘跟海洋 然後當時的那個建築物就是 它是平的一層那個 呃 只有一層不在道 然後有一層的 一個樓層的那個管理處 有餐飲設備 就是它的那個設施是比較小的 而且是比較視線不會當道的 可是如果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建築 它是 基本上是地上六層 呃 它的 超過它的原來預定的八十五間的房間數 所以它其實規模非常大 很大齁 很大齁 那應該很快了 呃 有人提到說什麼時候它會被海浪捲走 這個東西其實在去年的那個 颱風的時候 然後還沒有進來 台東 去年颱風的時候 那個浪都已經打到它現在的 那個用紙的地點了 然後以前 海洞環蒙的老師 呃 工作人員還有拍到它的海浪 其實已經打到大體的距離 所以 對 是真的很危險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邊有五個開發案 其中的一個就是我們現在 我在往我的前面看過去那個夾峽角 它就是都蘭比 它是都蘭部落的也是一個聖地 然後那邊是BOT 也是東管處的BOT 想要BOT的所在地 然後另外的這個 美麗灣後人口的山口 也是有兩個開發案 然後美麗灣其實 美麗灣它是 呃 公頃數最小 房間數最小的一塊 它這一塊沙潭是六公頃嘛 那其他的都是超過15、25公頃 所以整個山元灣加起來 有150、1500間房間 然後超過100公頃的開發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以後真的都開發起來 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那前兩年的時候 去年跟前年啊 在地的藝術家 都有辦沙灘的音樂會 那沙灘音樂會 我們就在海邊辦 也是達魯岸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大概達魯岸 然後在上面布一些文件展 就是讓大家了解BY世界 然後前年的時候 甚至在這個海灘上面 搭帳篷 住了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在這裡做藝術的創作 所以東海岸 呃 在4月20號的時候 我們也會把那個達魯岸的概念 還有那個樣子去搬到海道上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參與 對對對 然後這裡那天有遊行 然後呢 我自己是有拍到 呃 我自己幾遇過 聽過就有三次海龜擱淺在這個沙灘上 那我自己親自拍到 剛剛有一個人在那邊做海龜的沙雕 好 其實它真的是 這邊會還真的傾斜 就是海龜它 都淺在那邊 然後徐琳的媽媽說 大概四五十年前的時候 海龜它 有看過海龜上岸傳染 這次快發誇張 然後才來衝 小海龜就爬回去海里面 所以其實 東部的 因為台灣的那個自然生態 也跟現在的變成比較不一樣 最近 我們沒有用這片 就是說 你現在這樣看起來 我們那邊是最近的 對 因為那個潮汐的那個 脹潮 退潮的每天的時間 不一樣 可是大概大致的距離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狀況 所以可以想見台風的時候 一定這邊都是海水啊 而且是那個破浪 然後就會可以看到 他們這塊的那個水 其實它就是水 它是直接蓋在 我們看到的腳下的這個沙子上 然後在行鑑 你看到它就是把這個沙子 把鋼筋埋下去 然後埋下去 所以 你看我們上去的時候 一天從上面 可以看到它其實 這一塊就是水 就是水 那它的馬爾坦 馬爾坦的生命力還蠻強的 這樣子打 但是過一陣子之後 就 其實它沒有辦法 裡面的海邊的沙灘 那它們在做植栽的時候 也是這種 很容易死掉的 不適合海邊的樹 就是這樣 那我們其實 在好幾年前 台東環蒙 他們在沙灘上面 有挖出非常大型 就是比兩個人高 還要大塊的那個 廢棄的工程廢 鋼筋一塊 都在沙灘下 那那個時候 其實台東縣政府環保局 都沒有做處理 他們認為說 下面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廢棄物 可是在這幾年當中 陸續都還有被我們發現 然後有時候 地上還是會看到那個鋼筋 或一塊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地上的那個 有些白白的 那個 好像石頭 它其實就是 珊瑚礁 珊瑚礁死掉的 珊瑚礁 然後 其實當時 美觀工夫 他們在 做規劃的時候 不只是我們所有這塊飯店 他還有規劃 第二期跟第三期的Villa 就是在我們前面看到的 防風嶺那塊地 跟部落前面的那塊地 他們還要蓋Villa Villa區 因為他們想要 訪照國外 像夏威夷 或者是巴黎島的一些海灘 在海邊能夠有 讓遊客 可以有各式各樣的 住房的體驗 那我自己是說 他們也可以研發那種 另外一種 台灣獨有的體驗 叫做颱風天理 睡在飯店裡面 會被海浪捲走的體驗 那其實 第一屆的環評委員 他們 呃 有包含 台大地系的教授 張長藝老師 他就指出說 北地灣這塊地 根本就 不適合開發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 對原住民傳統的 有所研究的老師 他認為說 這也要尊重 原住民族的意願 所以 呃 另外一個方面說 其實為什麼 它可以 呃 我們會很好奇說 台灣的國土 到底有沒有做規劃 那為什麼海邊這邊 到底可不可以做開發 在我們的那個國土的自然保育計畫裡面 是有提到說 在這塊地是屬於自然沿海保護區的一般保護區 所以它的原則應該是符合自然環境的一個開發方式 但是每一般公司 但是這個保護區計畫 一般保護區的計畫 並沒有強制性 所以沒有辦法 為什麼海邊做一個保護 好 我們就不要再往前走好了 就是 呃 在前面的話 有一塊地是叫做風箏石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防風林裡面的一個 有一個綠色的沙網 包起來 圍起來那塊地 它就是風箏石 它是阿美族跟悲南族 他們有一個傳說 就風箏石的傳說 哥哥救弟弟 還是弟弟救哥哥的傳說 我沒有記得很清楚 所以它的那個 有一個石頭 其實大家在海邊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大石的石頭 包括我們剛剛也經過這些石頭 所以他們對於那塊石頭 是有特別的一個傳說在 那其實如果基於文字法的保護 那邊應該要被保護下來 但是 對 大家可以看到腳底下 那這個沙子 跟我們剛剛經過部落前面的沙子 是完全不一樣 這邊都有石頭 然後有粗的礫石 所以其實都有拍到說 這一塊區域有很多外來 就是他們在施工過程當中都 已經帶來很多外地的沙石的狀況 這個很明顯是外面的沙子 是喔 對 感覺的出來 那這不能做為什麼什麼證據嗎 那也不處理 我們其實像之前都有檢舉過 像地方政府有檢舉 他們在這塊沙灘上發現 廢氣鋼金混凝土的時候有檢舉 甚至台南社大的那個老師 他們有來這裡檢測那個廢土裡面有 重金屬標超級高 但是後來也都是經過環保署 他舉發嘛 他自己用他自己民間的力量來做檢測 但是他舉發掉環保署之後 環保署來檢測說沒事 所以就沒事了 因為他們只是挖廣地點的沙子 對就是採樣地點的問題 對啊 然後你 他教他 就是台南社大老師說 你跟我講嘛 你要來檢測的時候我來啊 但是他們就自己先來 對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政府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都站在財團那邊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說你們是不是太情緒化 可是太多的例子都是顯示 他是站在財團這邊 對 中間 包括最近環保署的立場 他們都是說 他是違建 但是他是不是 這個違建要猜不猜不關我的事 然後後來又改口說 他只要補環民過了他就不是違建 所以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爭論說 當時會爭論 他是不是違建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環境法的律師 他們就提出 說兩個 法院的判決都判下來了 你的環民結論是被撤銷掉 那你依據環民結論 所合發的那個建築執照 那應該是無效的 所以他的這個建造 在去年環民還沒有補過之前 他是無效的 所以大家就會說 那你無效的建築 如果一般民眾的房子 是違建 你們馬上即爆即拆 那可是為什麼 台團的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建築 你們卻沒有處理 那甚至台東縣政府的態度 是說 我們可以希望永續發展 可以兼顧 經濟跟環境是可以兼顧的 然後我們一定會做到最好 然後美定灣公司也想讓他們的環境保護 可以做到最好 所以請大家一起來監督他們 那甚至台東縣政府說 如果環民沒過 他們也是不會拆除 對他其實很強硬 所以就讓人家很沮喪的這件事情 就是即使我們在環境 在法律的層面打贏了 法院也判決 判贏了 可是在行政機關 你沒有辦法去監督他 你沒有辦法要求他 一定要行使什麼樣的權利 在法院是沒有辦法 因為法院是做判決 然後依賴行政機關 他去他的行政的能力 行政的權責去處理 但是行政機關卻不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讓人家非常 就是其實我覺得 詹律師他有說 如果這樣 其實很有賴公民的力量 就是要公民一起起來 然後去發聲 對對對 所以希望大家420海盜活動 或者是台北遊行可以一起參加 我們會先經過美麗性花園酒店 因為去控訴這間飯店 它其實是用 很多台東人會擔心 跟台北那個一樣 是是一樣 美麗 比較直接關係是美麗性花園酒店 還有現在在新竹開的那間美麗性飯店 那美麗華是他們的兄弟企業 但是關係沒有那麼直接 對 智信集團 很多台東人會擔心 要不要國賠這件事情 因為縣政府一直都說 這個輸了 然後如果我們 美麗華公司會告我們 那我們就要國賠給他們 其實他們其實都一直在 在為飯店說話 其實是不用國賠的 那個律師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自己犯錯在先 因為他規避了緩評 法院的判決都寫得很清楚 你自己犯錯在先 你不是善良的一個開發商 那當然國家不需要 人民不需要賠密切 可是 對 所以真的不是我們情緒化 是台東縣政府有很多的 做法跟談話 都會讓人家覺得 實在是太 太站在飯店那一邊了 包括很多次我們自己都拍到說 他在被命令停工之後 他還都繼續透視工 那這是都是事實的事情